其實日本的公債法修正草案 不是大幅限縮了台北市的舉債空間 那麼郝市長很生氣對不對 那今天副市長 丁副市長在現場 他說你這樣子我要漲價 我捷運還不能夠通 可是我們要報告一下 你們如果說好會花錢的話 可不可以稍微多賺點錢 這個根本就是一個相當知名的案子 在捷運站你當時便宜的取得 然後上面又蓋了很多房子 那你的土地呢 市政府的所有地占了99% 可是你最後呢 竟然只拿了大概30%啊 你虧多少 你損失110億耶 你這110億本來就應該就這樣的 那你還好意思說 你借錢上限不夠嗎 捷運要全部的自償 那我們就要票價三倍 台北市的舉債額度被大幅腰斬了將近一半 丁田羽氣得臉色貼青喊著票價漲三倍 捷運局也坦承一代舉債空間縮小多少都會影響捷運票價 這個部分的這個票價是不是對他作為回饋心的會有幫助 這個部分的話就有這個可能 如果丁田羽的說法真的執行 那捷運最低票價可能從60元起跳 那勢必衝擊到許多通勤族的交通費 不只民眾大罵議員也看不下去 痛批捷運運算糟就包含在特別預算裡頭 公債法跟票價漲不漲根本搭不上邊 捷運公司的營運狀況也不受公債法的影響 他們都是在特別預算裡面 那捷運局本身在興建捷運本身也不受影響 因為他們的預算早已經通過